数据中心出现技术故障导致新展和花旗银行的服务故障 金融管理局授寻时证实接到银行的通报 并表示初步调查显示服务中断 是因为银行使用的共同数据中心出现问题而造成 当局正同银行紧密合作以全面恢复服务 为协助受影响的顾客 新展银行在全岛的分行将一直开放直到提款机的服务恢复正常 记者黄秋一报道 记者晚上七点抵达位于金文泰一带的新展银行分行 发现所有的提款机都无法使用 银行职员正协助顾客处理提款等服务 受访民众表示 无法使用银行的服务带来一定的不便 我们在做工嘛 我们要收钱的时候是吗 那他们就还背闹背不到 然后还next也是过不了 顾客还要去ADM按钱也按不到 他们都还年我叫他们明天才还哦 要拿刚好不够钱了 所以来拿不到一分钟吧 蛮快的 赔啦赔到全部就是当完了 所以就我也没有带现金啦 所以就是要来取现金来买东西这样 约一小时后 有公众表示提款机可以存款 但仍无法提取现金 据观察一小时内有约50人出入银行 根据网络状况监测网站的数据 银行服务是在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出现故障 有关投诉在下午4点达到近4000起 新展银行傍晚6点表示正在解决问题 服务预计7点起逐步恢复 数据中心供应商Equinex 授寻时证实事故 并表示问题已经解决 公司正在联系受影响客户 并将进行彻查 花旗银行晚上7点左右 也在Facebook贴文表示 手机应用程序和线上服务暂时无法使用 银行正在解决问题 并已开始逐步恢复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